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智利与阿赫廷已确认了取消两国间卖流通讯费的最后期限 为2020年5月 报道称 皮涅拉在其账户上发布了一段与阿根廷总统毛利西奥马克里的视频 皮涅拉表示 你们知道吗 最近6年中 有近900万智利人前往阿根廷 同时有超过1300万阿根廷人来智利 我想跟他们分享一个好消息 智利与阿赫廷签署的双接贸易协定已被通过 这将给两国人民带来很多好处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家族部取消两国间的漫游通讯费 皮涅拉补充 这意味着从2020年5月起 如果你前往阿根廷 你可以继续使用你的手机套餐 通话和流量 但无需支付额外的费用 如果阿根廷人来智利 情况一样 即降低费用 为每个人提供更多的便利 此外 皮涅拉指出 毫无疑问 团结就是力量 智利与阿根廷政进最大努力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利 取消满油通讯费 将有助于拉近双方距离 提高联通性 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有一个目标 改善生活质量 为阿根廷和智利民众提供更多机会 马克里也谈到了双 编冒一协定 称之对两国未来发展真的非常有利 他说 针对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 一同努力开展工作是最基本的 因此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 音乐转发 针对我们一起讲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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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